中国古代南方的巫古之术 古读与巫术共计 2985字 预计阅读时间 九分钟中国人对于古似乎有一种迷信 词远中古字有四种解释 一读海人之物也 二古皮也 未古中虫也 三世也 四货也 一般人心目中的古 与民族学家有兴趣传道的古 都是第一种解释 极古读之古 其他的极种意义 暂且不去管 传说中国西南的苗族地区 最以古术的衬 距近以后的笔记 也使极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所记载 古是一种黑巫术 且擅长此道的人大多位妇女 所谓九狗一熬 百虫一古 古的制法正是把许多种虫子 放在一个容器里 让他们互相残杀 最后所谓的最强者 其成为谷 通知六书略谷条 造谷之法 以百虫致命中笔相淡实 其存者为谷 故从虫敏也 传说把谷下在实物中 可以害人 害人不必在当时 独发可在数月或数年之后 苗妇常用此数来保证汉人男子的忠诚爱情 汉人男子娶了苗女后 倘若回家探心之类 苗女便暗中下骨 若如其归来 则有解药可下 不然 则独发生死 未复心者之计 这种说法只是许多说法之一 但是最为人所传到的一种 此故事虽然有趣 却难令人相信 我们只知道有定时的炸弹 却很难想象如何制作定时的毒药 其发作能在数年之后 且能遥遥控制 像制导非丹那样 据说西洋有包裹毒药 在药碗里的鬼术 吞服之后 要等外面的药再为里溶解 累以后才能发生效力 中国西南苗人 科学尚未如此昌明 何况古独之发作 还在数月数年之后 所以 我们大概只能推测 放古的故事更接近传说 神话 但这种神话流传数千年 至今不衰 似乎又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我们不妨根据古今的文献 做一些理性化的推测与思考 第一 古在中国古已有之 原一只指人身体 尤其腹内的寄生虫 如回 脑 钩 掏虫之类 古人唯有寄生虫学 对其来源有诸重解释 其一及猜测与巫术有关 但中国的医书 已有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解释 第二 秦汉以后 中国文化版图大战 与西南民族的往来接触增多 西南民族盛行巫术 都有以毒蛊制炼毒药的技术 汉人在苗疆染寄生虫正者 或有推测与巫术有关的 并宣扬传说而言 未放古神话的现代形式 古 腹中虫也 在中国寄生虫并甚多 学医的人都耳熟能详 古代的公共卫生 与今日相距甚远 寄生虫并知生形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古人发现了变中有虫 实为寄生虫 便趁之为毒虫 或依形状隐身趁之为蛇 残 无功之属 正是理所当然 古人遇到治不了的怪病 往往借由祭祀 齐天壤呆 周里秋冠有个术士 专门长出毒蛊 使祭秦本祭 德公二年出伏 以狗育骨 出伏在阴历六月属热之期 正是寄生虫 肾逆传染的季节 正义云 古者热毒恶气未伤害人 故者狗 以狱制 可见先秦 以及秦汉之计 古被认为是一种 恶毒之气所造成 可以用寄狗等仪式来消除 以虫制毒 原始民族狩猎捞鱼 长及毒药之助 毒之来源 取自植物者多 治自动物者少 东南亚这一区域 毒史与战毒的吹屎尤其流行 但初步考察东南亚大陆的民族制 找到以动物 治毒药者寥寥无几 在马来亚半岛有以吹屎着 但其毒药采自植物 偶然有用舌毒的 则其分布技侠又不是制毒的主要成分 但中国西南民族使用的毒是毒弩 其毒药常有用毒虫研制的 这不止在东南亚 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罕见的例子 无有如风俗制图说 乌骨败露 根据记载 我们知道中国的西南众铜窑等族 骨有和毒虫以炼毒药的技术 至少在铜人中 这又是向女子的行业 这项技术早到何时 我们不敢断定 由于制毒方法与骨质所寄造骨虫 以害人的方法相近 也许可以早到汉唐 汉人文件苗人制毒的技术 想到自古已然 与西南游猎的骨质之害 也许便产生苗人剧毒虫 是要以误惑人的说法 趁苗人所制的虫都未骨 认为在西南所感染的骨质 为苗无放骨所致 这固然只是一种猜想 却可以解释汉人对于造骨 以若饮食害人的方法的说明 即苗人所作毒药知名骨的由来 乌骨传说 秦汉以后 汉人自苗疆带来了乌骨的传说 并用此传说以传使骨已有之的骨籍 乌骨的传说 从苗疆传到中原 复之也是笔迹 期间自然经历不少变化 但下列的几种要素 常常是构成这传说的主要成分 我们且一一加以考察 看有哪些也许有事实的基础 有哪些完全是道听图书之后所添的枝叶 至古之人 朱去飞领外带达一云古毒 为以妇人裸形批发业绩而治 李吊源南越笔记极张心态 越有小智 接地乌骨为妇女保证 这续归家如妻返回之术 自是妇女的专利 张红爹南新宇一云 蜀中多出谷 以金蚕为罪 或刻入山 不戒 或为一女所悦 当或比言归 及丝头饮食以时刻 女人来妻 如约志 乃得见 于妻则古作妇列疲出 如心包折 此外各朝在即亦多云苗妇 巫古之巫常为妇人 恐怕极为西南民族 得武师常常是妇人的缘故 巫为女巫 故巫古之巫亦为女巫 正是合理不过的推演 说文解字 对巫字的解释为助也 女能是巫行 以巫将神者也 也就是说 巫就是像神祈祷的人 女人能侍奉巫行奥秘的事物 能够用魅力歌舞 使神灵降临现场 何以至谷 是雅索血无悦 五日巨诸重置之读者 病治气内 自相吞食 最后独存者约谷 有蛇谷 蜥谷 羌狼谷 作谷之法 与多数的记载相同 谷的种类除蛇 蜥蜴 羌狼以外 又有鹿自云洞西先制 缩记金蚕谷与巫公谷 其中金蚕谷有者 骨虫神通广大 若叶能飞 异翼有光 主要的骨 仍以蛇 巫公及金蚕位者 其形状的特点 则都与腹内的寄生虫相似 之前已经说明西南民族 有用毒虫制作毒鸭者 巫谷传说中的 骨毒的制法与种类 或者就是由毒药之制作 眼传而来的 尸骨目的 巫谷的释放 多半的目的是消解怨气 上文所述苗女下骨 以保证汉伤的爱情 躺伤人不凡身死 也是一种负心的报复 人有不快于遗者 或利人财物 或与人有信 或待人抱怨 但也有释放骨是为一种保护性的巫术 如风山 东兰等县之同族 连克 八台之咬族 浓物成熟 孔位窃贼所道 常行骨释放骨 人有道者 即立刻颠仆 或归后而并坐 施骨之法 巫女做骨以后常释放以害人 最常见之法是经由饮食 下在饭菜中的骨 或是骨虫本身 也有用骨虫之嫌末者 也有用骨虫之分辨者 但处骨之人 凡是多端 害人时不一定用饮食 既人流戒也说 苗指骨毒 至未可谓 其放骨也 不必专用食物 凡须之以泄 视之以目 皆能传其毒于人 用食物者 骨之下乘者也 这未免贵于神乎其神了 除下于食物或模糊虚事 以尸毒于人而外 又有处骨以牟利之说 有说骨能奋金银者 食男子者奋金 食女子者奋银 有说骨能按住主人 以骗行旅者 有说骨能设人生魂 亦以道财者 这些故事恐怕包括的巫术传说不一 超过巫骨的中心范围以外了 巫骨施放的方法 自仍已经由饮食为主 如前文所述 旅行描箱者 闻其巫术 多其骨徒 身患骨疾 于是把这三种本无相关的世界 连锁起来 成为对巫骨的恐惧 中骨执政 中骨者 或咽喉肿胀 不能吞饮 或面目清晃 日久累积 或胸有激物 咳醉时作 或胸腹胀骨 肢体麻木 或数日死 或数月死 其久者 或数年死 学医的人 大概可以从这些症状上 推测所谓中骨者 大约是得了些什么病 多半的记载 所记中骨者之症状 多为腹度之患 或骨发膨胀 或作痛血泻 或脚肠吐腻 食指尖黑 或心腹脚痛而死 甚至骨虫作腹裂蹄而出 这些在对伊里外行的人看来 似乎多是中毒的征兆 可以解骨 自旅行描箱者 欲免骨患 上上之侧是缝骨 造骨之家 其特点为清洁 就是说 你去到一户人家若 进入家中 看到从家聚到地面一尘不染 那就可以断定 试造骨之家了 为什么那么干净呢 传说是由鬼带为擦拭 而这鬼便是 骨虫死后化作的 倘若不幸中骨 最直接的制法是吃解药 本草纲目所推荐的方法 最简便 稍恢复少许 利誉 古毒欲就其次 最常用的药是干草 南月比济云 饮食先嚼干草 毒中则土 不义干草将尖水引之 乃无患 入蛮村 不可不偿写干草也 此外 古书中记载 解骨之药还有耳垢 白凡 石榴根皮 凯里千 羊桃 西蛇等 种类凡多 医家也许可以从这些药方 反过来猜测他们所治的病 古书中还记载的上乘的破解法 是能以欺人之道 才知欺身 名曰朝古 苗民多知破解之术 未知朝古 术经者 更能使施术者必命于自己所施之古 从以上的叙述 我们可以看出西南的巫古 可能是一种对于巫术的传说 巫术的施行方法施术者记守秘密 受者又无从知道 于是大家的猜测 是与古有关 西南是不是有真正的藏虫卵 于食物中以害人之术 我们无从想知 西南也有古籍 汉人去西南 离了古籍 目睹其治毒药之举 而闻起黑巫术之风 随后把这三件事牵扯到一起 在民间流传 最后变成为神乎其神的巫古传说 本文完 本文主体内容及图片 选自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出版王子金 编 趣味好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